今年1至10月 我国造船业在国际市场的份额 继续稳居世界第一 一批高技术高附加值船舶 实现了批量接单 批量生产 近日 中国船舶上海船舶研究设计院 又新接了韩国船东 三艘汽车运输船的设计追加订单 至此 他们今年承接的这类船型订单 已累计达到60艘 占全球份额的近7成 一系列高技术优质船型 在赢得设计订单的同时 也为中国船厂承接大批量建造订单 提供了歼10的技术支撑 在全球18种主要船型分类中 我国有10种船型新接订单量 位居世界第一 目前 全球建造难度最高的 液化天然汽船 我国承接的数量 已提升至全球的近三成 创历史最高水平 在中国船舶沪东船厂 今年首次实现 9艘液化天然汽船 并行建造的新记录 我们今年已经接了32条LN机船 我们到26年之前 全部处于满负荷的状态 数据显示 一至十月 中国造船完工量 新接订单量 手持订单量 以载重吨计算 分别占全球市场份额的 45.8% 54.3%和48.7% 继续保持全球第一 此外 我国船舶企业 国际竞争能力增强 六家船企 新接订单量 进入全球前十强